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是震荡比较大 所以大家也比较会关心 到底会不会就是反弹结束 到底会不会反弹 这一波反弹结束 基本上是这样 我是认为 我这样讲好了 因为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 我上个礼拜讲得很清楚 我上这个地方我们看这里 长了五个礼拜 这就是记线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是讲技术面 没有再跟你讲技术面很好 比如说长了五个礼拜 长了1922点 是这一波 我们讲这一波 12345 然后它因为它距离这个 季线正关力比较大 雷同这里 它会回来 对不对 比如说像这一波 光复节起长五个礼拜 那时候涨了2523点 那时候涨了2523点 然后回测1171点 回测是前波上涨46% 就是大于0.382 但是小于0.5 你先记起来 对不对 所以回测较正常 不要怀疑 尤其是指数 因为个股有时候被阻力操控 它就是不回头 对不对 那你这个指数很难 比如说它上 这个是多头市场回测 它是多头 季线往上走 这里是一样 这是季线往下走 是空头 所以它反弹是卖点 反弹是卖点 反弹是卖点 对不对 这是空头 这是多头 回测是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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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就记起来 背起来就对了 所以我们要不要担心回测 一点都不用担心 所以我说 连续跌了三个礼拜 从17346 是不是回测 回测到16593 到上星期 三星期 我上星期五 我就跟你说 这星期要反弹 我不是马后炮 我们当然都老朋友 老观众 那我是不是先讲 我说这礼拜反弹 那你上礼拜五听 我就想说这礼拜反弹 你一定会怀疑 哪有可能 你一定会觉得不可能 丁超为什么敢这样讲 我丁超怎么不敢说 但是我有说 我测标不是上礼拜写 礼拜也有写 我说这礼拜反弹 但是下礼拜不确定 我也没有说下礼拜会跌 我也没有说下礼拜会涨 我说我不知道 叫不确定 我知道就说知道 不知道我就不会乱讲 所以下礼拜的变数 是比较大的一个礼拜 为什么 因为这礼拜有涨 你看看这礼拜从16593 这个低点 应该说 应该说从这一波的低点 上个礼拜五的低点 反弹一个礼 12345到这里 这反弹这边跌了753点 这反弹是630点 那这样子已经是 其实是很不错 那我不是讲说 它反弹会测试月经线 对不对 但是月线是往下走的 月线是空头 为什么是空头 我们看一下 这可以讲 这可以很容易的 这可以预测出来 因为你在这里反弹的时候 我就知道月线 你看这里月线扩底值还在这里 月线还向下 对不对 这条是月线 20天平经线 那你在反弹的时候 对不对 它一直扩底高值 那这个可以算出来 这礼拜一扩底这里 礼拜二就扩底这一根 礼拜三扩底这一根 礼拜四扩底这一根 礼拜五扩底这一根 所以它今天是扩底到这一根来了 17216 那今天有冲破这个高点 但是压制力太强了 明天扩底个值是这里 下礼拜一是这里 下礼拜二是这里 所以这个过不去 理论上没办法通过 理论上这一波反弹没办法通过 我说理论上 但是有时候很难讲 理论是理论 有时候如果碰到美国如果发疯了 比如说美国 如果说这一组 我们台湾都是比较跟这一组 假设这一组的NVIDIA AMD 或者是美光等等 Intel 或者是那些晶片股 假设它突然间是大涨 或者是这个也大涨 这个也要大涨 这两个跟台北股市比较正相关 那你说一定不会通过这里吗 那我又不敢讲说不会通过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我只是说保留我的看法就是说 理论上这一波上去是不会通过17316 因为台积电不会通过高点 理论上我是说理论上 但是事实上差一点点就很难讲 所以变成有点矛盾 所以就保留意见 你知道为什么 但是指数又不是我们所关心的 我们也没在做举手 那你这个时候你在这个节股研里面 跌了753点反弹630点 那你要怎么做 你就要想 你不管大盘是不是在近期就通过高点 不管是不是 我们也不能说它一定说要反弹以后 一定说要再度的回撤这个季线 我已经讲过了 你回撤季线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空间修正 直接空间修正下来 像这个直接直接下来 也可以以盘带跌 它这边一直盘整一直盘整一直盘整 那季线它自己会上来交接 那如果说它在那边又跌下来 在那边一直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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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它自己会跑上来 它自己会跑上来 会在这边交接 也可以也是完成这种技术面的整理 那你想外域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 你应该是要怎么 表示大盘它是很强壮的 它只是在整理 就算月线均线是往下走 它也是很短的时间 它扣底值跟现在目前的值 差没有很多 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那最重要是这条线在保护大家 所以它是短线有时候多方式 涨太多 它会回撤 叫短线变成空方式 可是中线它一直维持在多方式 而且连线也趋势向上 我跟各位讲 我之前不是讲过说连线 比如说我们看这里 这是使13周围季线 然后52周为连线 你看连线是不是往上走 老师那连线往上走 我就在这里告诉你 连线你看不出来 你看这里 你看这个好像都连线好像是平的 尤其说有老花眼的 又有近视的 看并没有 我说你不要看这里 你看这里你看不出来 你看这里你很辛苦 你就看这里 这里连线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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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 你看这里就好了 这不是有箭头 向上向上 就连线都向上啊 从这里就先上向上啊 从这里啊 从五月份就五月中旬就连线就去向上啊 那连线去向上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在未来的时间里面 我没有说一定是今年 不管是今年的下半年还是明年 一定会通过这里 你也没有背起来 这样你有了解吗 你看我的节目好处就是我会给你教 我不是像比他其他老师在那里 掌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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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掌停板都没在说 在掌停板 没在说 国评买百多支 都说掌停板 都快 我们快点掌停板出来说 这样掌停板 又在掌停板 又放在边 放在城口 今天国评也有在掌停板 我们不要去跟他说特定股票 我们不要跟他说 我没要这样做 一些分析师都这样说 你那种老师大家也很厉害 我说比他还要听 大家也都掌停板 掌停板掌停板 我问他 怎么没电阅力 我是拍摄说怎么没电阅力 你如果这么厉害 怎么没电阅力 这是说人没要上升 而且不是一两个 整厉害 你看市场上 你每天都在掌停板 在发凌档的 那整厝很多人 整百张 但是你怎么没电阅力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表示投资朋友不相信 那一招没有用 我们是要靠实力 靠实力就要先讲 要先说 像我刚才说的 我在基础 我先跟你说 我也可能会错 但是分析师怎么可以怕错 分析师就是要讲明确的东西 不能讲 也许明天会涨 或许可能盘中会震荡 收盘如果不是涨 那就是跌 你说这要做什么呢 你如果我看到一个分析师讲说 如果也许不排除假如假设 或许可能 我都没听 这种的都不是咖啡 因为他没有给你答案 也许明天台积电要涨 也许不会涨 如果不是涨 那就是跌 你这种有答案 你有答案吗 你听到分析就是要讲答案 讲什么答案 肯定的答案 肯定的答案我们讲我们有没有风险 我们当然有风险 我们当分析师当然有风险 可是我们有把握我才讲 我不能乱讲 那我们讲一定有风险 这支股票 十五分钟 差不多用一分钟 不是用一分钟 用差不多十五分钟 在讲这支股票 真的吗 真的有说吗 如果今天跌天板 我不叫你笑 让你笑到 对吗 对吗 是啊 没有掌停板 不错了 我来说不错了 我们已经很感动了 感觉很好 然后这179是不是高点 这179怎么会是高点呢 这179算什么 179我没有把它看在眼里 我要的不是179啊 我要的更多 所以我不会在乎吧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说老师今天没有涨停板 今天被打开的股票 就做了怎么双呢 就是因为AI相关公司 互相影响嘛 你看拼拼球 你看这种才会恐怖 我们现在不是说他好败 我现在是说这种很不恐怖 好不好 很恐怖嘛 就是我们这种的 好 我们这种是很弱 是很疏很丟 这支我们的啦 两支站起来两半了 我们买35.5嘛 你看 它都没有打开啊 我告诉我的会员说 如果有打开 才考虑卖一半了 那没有打开就不要插一半了 今天很多股票都没有打开啊 或者是打开再涨停板 那就是很强啊 这样讲你听懂意思吗 就表示蛮强的啦 请这来不怕 这我们的股票了 这我们的 像这个 有的这个像这 这就拼拼球了 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这就是现在AI相关供应面 有的起床就在洗盘嘛 震荡幅度你看这就是这样 有没有 拼拼球你看 包含威赏也是有打开啊 有没有 你看 这很多啦 这样旺达也有 这都AI相关供应热门股 热门股你看 有没有 大家也打开啊 这都有打开啊 是不是 像这种啊 AI相关供应链啊 这么多啦 你看 这支也是啊 这支插五角纹 起床的板 结果也打开了 也是这样啊 很多啊 很多啦 所以这个这档股票 这样 我是觉得可以接受啦 因为这里面还要加8块的除息 今天除息不是8块吗 这样也算188嘛 如果说180有涨停板的时候是 少了7块啦 涨了 对不对 是不是 186.5 是不是啊 有少一些啦 有少一些啦 不要紧啊 不要紧 不是啦 不是这支啦 看不到 我最奇怪 怎样的价值不够 就让我把这支插一插啦 这支啦 这支才对啦 这个少了几块 这个如果是涨停板是176嘛 要加8块 1818187啦 我们买到我们会员是买在169嘛 170左右嘛 我这支我有送人啦 送你这支股票啦 昨天很多人都去买170块左右啊 最厉害买到168块半 今天开盘就开168嘛 他除息参考价是163就开高了啦 开了5块啦 就这样上来啦 所以这张股票也被带到啦 这支带他们走的嘛 好不好 那因为什么 那理论上来讲 今天打开也合理啦 因为受到其他股票影响也合理啦 但是有一点压力也合理 因为这边是月线嘛 压制在这边嘛 要尊重一下嘛 其实他就是 如果还原前职 他是跑到这里来了啦 他是直接跳上月线的啦 因为他 我现在是讲的是用没有还原前职的嘛 对不对 没有用还原前职的 这个不能改 比如说 你看这张股票比较准 这不是压制在月线 月线啦 压制在这边 月线扣力高嘛 所以尊重一下也可以啦 所以没有关系啦 但是会不会再通过那个高点 一定会过去啦 就像这张股票 我之前在那边讲的时候 对不对 你也没相信他就会起啦 那现在就起到这里啦 这支是怎样的起 怎样的起 就是这两支起起来啦 这两支也是同样啊 今天也出现引线啊 因为他龙头是创意跟世新嘛 世新上来 创意上来 自然一定上来的啊 那我跟他说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家中心 万通国际头部 诚信至上 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团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 华仲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明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万通国际头部 诚信至上 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团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 华仲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明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到节目下 我们一大早就告诉我的会员 因为我们本来这个礼拜就订好 你订车的 我们这礼拜是要卖股票的 我早上就告诉我会员要 要解码了 还没大跌以前 早上怎么可能大跌 还没涨怎么会大跌 早上还没开盘前我就讲 那你冲上来以后 我们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就减码或是卖出一些股票 不是全部卖掉 全部卖掉就感觉全部卖掉 我告诉我会员 我准备在明天 把股票降到五成以下 甚至到三成 因为我们上礼拜拉高到80% 我都跟你讲实话 1000万买800万 那现在就是要 今天就已经减码了 今天已经开始减码 今天减码之后 这档还没减码 刚买怎么减码 这刚买 这档股票也减码了 也早就减码了 减码不是全部卖出来 我们就是先卖掉一半了 像这种都没有必要减 它现在涨停板是要减什么 或者是换股 那我准备在明天有礼拜五 我们一定会降到50%以下 甚至如果我看情况 我可能会降到30%也不一定 就是1000万剩下保留300万 退出700万现金 我都是跟你讲实话 我不会像别人这样 每天都在平抖 每天都看好 我没有在每天看好 因为下礼拜是不确定 因素那么大 我怎么跟你看好 那你说未来会不会再过高点 那一定会啊 但是我们一步一步来 我们是价差操作嘛 那是价差操作 你看今天的这些股票 这个AI相关公链蛮多的 那高价股你看 这个你看加点派 那我们赚了4成以后 卖掉还一直往上跑啦 对不对 这个也不错啦 那你要特别注意这个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特别注意这档 刚刚已经除息了 这要稍微注意 对不对 那这个股票 这股票创新高嘛 对不对 这个也创新高嘛 那我们这档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早上有一些会员 有通知满行这里 阿老师阿令不是最高吗 我已经跟你讲过几百遍了 最高通常都在赚 都投市场 低阶通常都在套 但是有个前提 你不管是最高还是低阶 你都要设停损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低阶 我所谓的最高都在赚 你凭什么卖的买 我都有设停损 5%到10%停损 不对我就跑 对我就报 你看那个神达 做对了以后我干嘛卖呢 做对我就报啦 我连卖都不想卖 但是有些股票如果说它没有做对 或者是有出现一些状况 我当然就先卖啊 那时候你买这里哦 我可以跟你讲啦 因为我们所定的价格 不是每一个人都买得到 我相信有些人买不到 大概买到 买到的价格大概是1695啦 曾经涨停了 缩盘在这里 他说你为什么敢买 我就是敢啊 我昨天已经讲过 说我很担心这栏股票 跟这栏股票冲出去 果然冲出去 那今天冲出去 凹下来很多股票都是这样 都不用讨论啦 我刚刚已经讲过啦 所以创意啦 你差不多看看啦 很多人喜欢做这种股票 这个是低价的 这个我拼拼给你看这 这个也是啊 我已经跟你讲过 这个是AI PC board的相关供应链 你看这震荡幅度多大 它就跟它同质性的 金箱电上来以后 就带动这个波子 这个我都讲过啦 像广达你看 音乐达啦 广达啦 音乐达啦 包含这个连这个 联动这个都在补涨啦 人保 宏金都在补涨 你看伟创 伟创这一次是带头啦 那这是子公司嘛 这个也是它子公司啦 这个是网通股啦 这个也是它子公司啦 这个也是啦 这档也是啦 微软啦 对 那很多股票补涨 一些股票AI的股榜 就是像这个啦 这个就是在补涨 AI的这个相关的医疗啦 相关供应链 那很多光铅股 光铅股 网通股还在涨嘛 这个就不在谈论嘛 对不对 我讲的大部分都讲我自己在操作股票 其他股票我大概点一下而已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因为现在目前来讲 已经进入高难度 不是随便买 所以我说AI的相关供应链的操作策略就是 高低基期转换 这个地方我没有写 比如说有些股票的涨幅比较大 不是它不好 正乖比较大的 你稍微冬要稍微喊一下 你不要一直给人家追上去 你小心帮主力洗碗 我不要点了 要够股票 你也知道的嘛 就像之前 就像很多AI相关供应链有几檔 你要小心一点 就像之前那个观光骨旅游骨 我不是跟你说 你刚才要花50个 一百个去买一间旅行社 结果现在每个都在乱 有没有 你帮人家洗碗嘛 AI相关供应链它会轮动啊 像这样轮到 蓝电啊 新兴啊 神达啊 不是就这样啊 还有最近的威胜啊 威胜以前也没去 这两三更很坏的 很高气的 这就轮动嘛 你不可以做你就在我做啊 那我们一档换一档啊 我们股票不会太多档啊 我们不会买50档30档 一百档买 然后买涨天 或者是在那边表演 不会啊 你看我做股票这么少 但是也不能做一档啊 少数几档 那资金我帮你规划 该买的时候我叫你买 该买也叫你卖啊 你就是听我的就对了 买多少层数 多少股票 多少价位 都是用手机简訊讲 又不是在那边讲 像昨天 我这个就 一直跟你讲说 好里面很多人考虑到里面 很多人都还没有赚到钱 或者是赚的比较少 送给你们免费来收取那个新兴 一大堆人要啊 你昨天去买 不是就很好买 一百七十块 怎么买不 很简单啊 今天站着办呢 但是很多人是有手取的有买 我相信有些人 也是没买啊 对吧 也是有可能没买啊 还是买自己的买啊 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想说 手取你可以加入我们 服务人员的LINE嘛 他们会通知你啊 该买的时候怎么时候买 比如说 对不对 什么时候买 像昨天买很好买啊 卖的时候为何怎么卖 对不对 你也可以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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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你都朋友嘛 你了解我意思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吧 加入好友Telegram 193008 我相信这个 大家都现在说想要赶快赚钱 但是赚钱有方法 你不能乱买啊 你不能乱卖啊 你不能乱买啊 不能乱买不能乱卖 这有步骤 要完全按照技术面操作 你不能得罪 有股票的问题 或者是要报名我们的会员 你打电话到公司来行为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і 道不簣